那今天我們來到的是 FUGA 就被稱為是這個 東洋第一夢幻的大橋 非常的划算 文藝復興氣息的一個 建築的風格 咬下去的瞬間 外皮它是酥脆 來流香氣 也很重 這樣子八顆 只要500塊 真的是很划算 外皮很脆 很好吃 也好好喝 很甘甜 當然魚肉是大胃王 新開幕的 上貨商場 號稱大朋友跟小朋友 都可以在這邊玩得開心 以現存保留下來的一個城堡 可以上去它的天守閣 參觀的 眺望這個整個小昌室的市集 實力差不多也跟台灣很有淵源哦 用漫畫 帶大家回到過去 有14種的主餐 跟這個配餐可以吃到飽 也是以非常開心的一個旅行的方式 大家好 我是雪寶 是不是很多人去九州的第一站 都是去福岡呢 福岡可說是九州最繁榮的大城市 但是福岡以及周圍也有著 非常有意思的各種旅行景點 美食跟歷史古蹟 在地人BS觀光客的日本九州特別篇 請看我們的日本特派員 阿希 帶大家一起玩 時刻旅行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我們在地人BS觀光客 影日本九州的第三天 那今天我們來到的是 福岡 欸 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我明明說的是福岡 但我們現在是在小昌站呢 那其實呢 因為台灣跟這個福岡是有直飛的航線的 大家比較熟悉的是福岡 福岡是柏多那一帶 但是因為福岡啊 它是非常大非常大 像是有福岡機場的這個福岡市 到我現在所在的這個北九州市 它全部都是福岡線喔 所以今天一樣就是由我來帶大家一起去 來看一下我們在地人想要推薦給大家的 還有觀光客壁區的景點跟美食吧 那其實在這個小昌站啊 它就是在車站周邊都會有這種可以租借腳踏車的地方喔 看它這個量數都很夠 然後它很方便的是它只要加載這個App 然後它在那個網路上面登記 它那個App都是有繁體中文啊 有英文的一些多語言的對應 所以就是對於台灣人來這邊租借也非常的方便喔 好 我們來到我們的第一站 它這個是 連接了滬田區還有若松區這樣的一個大橋 它在1962年完工的時候啊 它就被稱為是這個 剛剛我們是從滬田那邊坐船過來 那個船也可以帶著腳踏車上去 就是非常的一個方便 然後又很對這個騎腳踏車的人啊非常的友善 這樣子 那它只有短短的五分鐘左右 整個風就很吹起來很舒服 而且五分鐘其實非常的快 在這個還沒完成的時候 應該是這些居民 他們每天帶步的交通工具 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那我們就繼續去我們的旅程囉 GO 渡船有個販售機器 它就像這樣很方便 就不是是人工 而是這種機器的 那我這邊看它是大人的話 就是來回若松跟這個護田的話 是一百塊而已喔 非常的划算 那如果你是有要 就像我這樣子帶那個腳踏車的話 就是要再加五十塊 對就還要再加五十塊 然後小朋友的價錢來這邊 還有這種北九州市民的費用 我們抵達了洛松區這邊啊 然後這一帶呢就是他們這個整個建築物都是比較保有一些就是過去留下來的一些建築物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身後這個它是洛松大樓 它在1919年的時候建成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整個跟旁邊的一些建築物感覺都不太一樣 它還是走人這種比較有文藝復興氣息的一個建築的風格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說就是它是兩層建築 比較重視那種美感性啊就是藝術感 對但是旁邊的這個大樓就是可能就是最近現代建的這個大樓 它這個大樓呢就是可能比較講求實用性 簡潔的一個風格 所以就是兩者就看起來它們整個以前的話 可能大家比較注重藝術感 用紅色啊這個色調 然後來去呈現它的一個美文藝復興的風格 所以在這邊散散步 然後欣賞這些漂亮的建築物 也是以非常開心的一個旅行的方式 我們現在要帶大家來吃這家三日月屋 那它是賣這個可送麵包的一家專賣店 它這邊創業17年來就是深受就是在地人的喜歡 然後在這近幾年啊 它在福岡機場也可以看到它 一些車站主要車站也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然後它的那個標誌超級可愛的就是三個這個月亮 這樣子在三日月屋 這邊就是主打他們是用天然的酵母 所以他們的可送啊就是吃起來就是很酥脆 然後但是裡面又很有嚼勁 然後口味有非常多種 是可能季節又會推出不同的口味 所以我們就現在趕快進去 看要有什麼好吃的吧 GO 它這邊真的超級多口味的 它這邊有一個限定的個桑 Zamand 它是有加入這個萊姆酒的一個口味 是這邊洛松店限定的 然後還有它季節限定的是那種栗子口味的也有 還有這個 巧克力啊還有他們黃豆粉 口味超多的 我看一下我要點什麼 這個有個它這個油模器那種 有點炒餅 就是裡面有紅豆餡 然後外面是那個他們那個草糰子的一個味 那個口味 它這是原味的 原味的話就是裡面就是不單純的可送 還有巧克力的感覺也不錯 好那我們就決定是它了 我想先吃原味試看看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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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在那第三日月屋啊 買了它這個 他們的雙麒麟 這個雙麒麟應該通常都是香草口味 但是很特別的是大家看到它這邊 它有加一塊他們就是自己做的脆餅 用那個麵包然後來去那個烘烤成這個脆餅 很特別 然後我是選有這個一般的 甜筒的 那我要來吃啊 我覺得日本的雙麒麟啊真的是 吃桌掃都不會膩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真的是很濃醇 而且他們的牛奶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都不會很甜 然後就是都可以吃到那個很濃醇的一個 牛奶味 而且 對上現在我眼前的這個景色 好享受的 然後吃一口 這個小脆餅 但是小脆餅他們店裡也有販賣喔 嗯 脆餅本身 它烤的那個味道 它那個奶油香很香 沒什麼甜味 但是就是配上這個 有一點鹹鹹的 有一點鹹鹹的 然後配上這個雙麒麟本身就是 有點鹹又有點甜 原 覺得這個 脆餅應該要 等一下應該要去多買一點 這樣就可以吃更多了 三日月屋買的這個咳嗽 剛剛就是店裡 店裡它其實是有那個座位去的 但是啊 難得來到這種 那麼漂亮的地方 就直接在外面吃就好啦 所以我剛剛買了一個原味 我剛剛挑的原味 哇 它真的是很紮實 它不是那種 有些是輕輕的 它真的是用料很 實在 它整個長這樣子 超大的 哇 它這個 有嚼勁 咬下去的瞬間 外皮它是酥脆 它流香氣 也很重 而且它現烤的那個整個味道 很香 一定要買 然後我們到了我們吃午餐的地方 這家 蜂仁 它這樣用中文你好像有點怪怪 但是它是這個微蜂的蜂 然後人類的人 蜂仁這家店 而且它就是賣一鐵板餃子的 一個專賣的店 因為當初啊 就是北九州這邊 它算是一個重工業區 所以說呢 就是可能在這邊工作的人 就是比較就是 勞力 比較需要勞力體力的一些工作 所以他們需要快速 然後要一次獲得非常多的一個能量的話 就是要吃比較多 可能是碳水化合物的一些東西 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這個鐵板餃子 鐵鍋餃子就有此誕生 可以快速的獲得就是能量的一道美食 那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去裡面看看有什麼好吃的吧 好 這裡就是他們的 這邊的一個菜單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它是有一個 像這個就是它的鐵鍋 鐵鍋餃子 然後還有它這邊寫定飯 就是這邊的經典 就是他們的焼雞美食 應該是像炒飯的東西 應該是很有名 大家問看看 然後還有這個它的餛飩麵啊 還有它 他們還有這種 就是福岡這邊的特色 還有一些小菜啊 這個豆腐啊 還有他們那個 豆子跟豬肉的一些小菜 這個燒餃子是一定要的 我一定要吃 它這也有水餃 但是他們這個應該是 名產應該是燒餃子 所以我要吃燒餃子 然後呢 日本人的話 什麼東西要吃呢 我們要吃燒餃子 為什麼要吃燒餃子 定番的話 應該是有名的 也是 好 它剛剛跟我說 這因為它寫了定飯兩個字 所以應該是很有名的 好吧 我們就聽一下日本人的意見 好 那我們就來點餐囉 好 剛剛料理都上桌啦 這邊我剛剛點的是這個 鐵鍋餃子 然後這邊還有幫我做這個 強棒蜜 就是十幾麵 然後我來來吃囉 那其實啊 它這邊一份這樣子是 8顆 500日圓喔 那日本人他們其實吃飯 一餐 可能大家來玩的時候 也是差不多 一餐大概是1000塊 那這樣子8顆 只要500塊 真的是很划算喔 還有這個強棒麵的話 是一碗 那麼大碗 然後 只要750元 真的是超便宜 我只要一餐吃下來 1250塊 整個感覺就會吃超飽 謝謝 然後它剛剛還有幫我炒了一個這個 它這要焼飯 就是炒飯啦 這樣子 炒飯這樣 謝謝 炒飯這樣子也只要 750塊 但是我等一下是不是要跟我朋友 就是同夥一起吃 我沒有一個人要吃那麼多啊 大家以為我是大胃王 那我就來先吃這個 餃子 那它餃子送上來的時候啊 它就是以這個圓形的這個鐵板 就是直接就是送上來 所以可以吃到它這樣一個 熱騰騰的餃子喔 我要吃了 吃先吃原味 它這個 餃子 它這個皮很軟 很有嚼勁 有時候 在日本吃這個 這種餃子啊 吃所以它很怕 很油 但它這個 因為它本身那個皮 已經是被煎得脆脆的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它很油 很好吃 強包麵它使用的話 就是這種比較 軟 黃色的細麵 蔬菜超級多的啦 有時候來日本玩啊 都會覺得說他們親吃 都不知道為什麼 都很少看到他們吃蔬菜 聽說他們都是比較常吃那種 生菜沙拉啦 但是我個人還是喜歡吃那種 是熱呼呼的蔬菜 麵條本身很Q 它的湯頭也好好喝 很甘甜 感覺就是把這些蔬菜的甘甜 都融合在一起的感覺 就是吃小阿車啊 一定都很累 所以一定要來用這個美食 來療癒一下自己生氣 它醬油一定也更好吃 其實這個他們的餃子啊 就是我們說的鍋貼啦 加了醬油啦 好喜歡它這個外皮很脆 好像在吃零食的感覺 本身就很美味了 加醬油更好吃 它這個味道不會很鹹 說真的它就是炒飯 但是它就是一種很簡單的跟美味 它那個整個醬的味道都蠻重的 日本他們的習慣就是吃餃子這種鍋貼 還要再配飯 好吃 好我相信很多朋友應該都沒有來過這邊 那它這邊是The Outlet 北九州 差點要講日文 它這邊是在2021年 新開幕的炒貨商場 那在這邊呢集結了大概300多間的商店 部分是當季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一些像是過季的商品 那用一些很划算的價錢來買哦 那我們趕快下來進去看看有哪些店吧 那這一家新的這個AutoLate啊 開在這個JR大公世界站的附近 然後它號稱 那朋友跟小朋友都可以在這邊玩得開心 然後有300多家的店哦 那不論是時尚的一些衣服啊服飾 或者是一些日本的雜貨 不僅有國際的品牌 也有一些日本的在地的品牌 最方便的就是它是跟日本的永望夢樂城 連結在一起的哦 只要做個這個手扶梯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連接橋 從這邊就可以到永望夢樂城哦 這邊不知道是什麼 好好玩哦 它這邊有好多的遊樂 就是它們這個 這叫什麼啊 抓娃娃機 它很多超多的 我現在來玩看看 呃啊 我這對這種真的是超不擅長的 它是要瞄準那個紅 啊 啊 剛剛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決定再來花100塊試看看 啊 我真的對這種很不在行 但是真的就是不知道它那個會多快 剛剛沒有認真看 啊 哦 啊 200元 就是 200元 既現代又能連接歷史的 這是一定要來日本進行的一個體驗啦 所以我們今天帶大家來到這個小昌城 那這個小昌城是現在福岡縣 它唯一現存保留下來的一個城堡喔 大家應該有聽過公本武藏這一問 就超級有名的劍豪 那它也曾經定居在這個小昌這個地區這邊 當初教導它的這個道場 也是在這個小昌城這邊 然後呢這個小昌城呢 現在已經開範圍 就是一般人也可以上去它的天守閣 參觀的一個觀光設施 而且上去之後 你就可以眺望這個整個小昌市的市景 而這個小昌城呢 它其實也是一個櫻花的民所 就是大家會來這邊賞櫻 它這邊有神社 然後它也是一個公園 作為一個市民的一個休息的地方 秋天的時候有一些風夜的景色 然後它也定期會辦一些活動 所以請大家就之後來這邊 我们现在要从小畅城出发去下一个地方啰 我们现在要从小畅城出发去下一个地方啰 实力茶铺 大家对于实力茶铺应该都很熟悉 它是源自于京都 那其实呢实力茶铺也跟台湾很有渊源喔 当初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就是实力茶铺的第三代 他们就有跑去台湾经商 那个时候就在现在台北重庆南部的星巴克那边 就还有开一间就是实力茶铺的店 那直到就是战后之后才退出我们台湾喔 好 这边呢它叫平和会馆 那它主要是卖是现在的话就是卖一些 馒头啊 包子烧麦等等的一些中式料理 那它在创办在1960年 所以现在算起来已经超过快60年左右啰 那最特别的是它的创办人 是来自我们台湾的钟城墙先生 那他在这边创办了 他把家乡中华式的料理带来日本 然后在日本发扬光大 现在这边是非常人气的一家店喔 好 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它叫做阿鲁阿鲁市 那从中文翻过来就是 吃饭的话就是 油油油City 就是满直接的 那这边呢聚集了像是一些漫画 然后还有一些动画 还有一些二手物 还有一些同仁制等等 就是那种二次元的一些好物喔 然后这里面除了还有一些像是俊和物啊 还有台湾有的阿尼美朵 也都在这边可以找得到 那今天想要特别想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叫做 北九州漫画补物馆 我们赶快一起进去瞧瞧吧 好 我们现在来到这边阿 是北九州漫画补物馆 那一进到这边阿 就可以看到它在迎接大家 那这个馆里面呢 还有一些雕像 这边还有一些作者的亲笔签名 里面有很多很多漫画的展示喔 我们赶快一起进去看看吧 好 那它这边呢 就有一条叫做漫画的时光机 就是用漫画带大家回到过去 它从1945年到最新的是2012年 这边有就是那个年代初刊的一些漫画 那如果大家来的话 就可以去找一下你出生的那个年代 有哪些漫画 看有你自己有没有看过喔 嗯啊啊啊啊啊 是这地方呢 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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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不是不是 喔65 嗯 也是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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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終於騎回來福岡了 我們回到今天早上出發的地方 那大家看這個天色整個已經變黑了 那我們現在回到這個小昌站 剛剛介紹這個 Ruaru City它就在旁邊而已 那接下來我就要回去飯店囉 我們現在就是我們今天入住的是 小昌立家皇家酒店 那它從這個小昌站過來真的超方便的喔 走路一分鐘左右就可以抵達 然後今天我們晚上是自住室 在疫情前的話它就是要自己去哪 就是跟一般的自住爸一樣 但是在疫情這段期間 他們就做了很多新的改變 像是我今天吃的晚餐 本來是自住室的 本來應該是自己去拿 那就改成點餐的方式的話 就是你少這個QR Code 然後它就會有餐點 然後你就可以點你想要吃的東西 直接幫你送過來 所以就代表說 你就可以不用自己再去拿 一直走來走去走來出去 就是有間接性的是 就是有服務員會幫你服務 那它這邊的話是120分鐘至 所以是兩個小時吃到飽 能吃到飽的話也跟一般 也跟套餐以下 甜菜的這種組合 還有麵包 有14種的主餐跟這個配餐可以吃到飽 甜點的話也是有五種 跟一些軟性飲料 果汁的可樂的喝到飽這樣子 所以能吃到飽的話 就是這邊的主餐 還有一些配菜的部分 以及這個飲料喝到飽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稍微就是結論一下 我們今天的行程 首先是從若戶大橋這邊做渡船 到若松大樓 我覺得這個非常適合觀光客 因為它整個很有日本感覺的那種 快說到過去的那種日本的一個感覺 而且那個景色非常的漂亮 再來是那個三日月屋的可頌 它真的就是很香 很脆 然後又很有嚼勁 難怪就是在地人他們都會一次買超多個 然後去送人或是自己吃的 中午的餃子工房瘋人也是啊 它那個餃子就是脆脆超酥脆 我自己覺得很像在吃餅乾的感覺 而且放在鐵鍋上裡面的那個餃子 很有那種表演感覺 Outlet的北九州那邊的話 我覺得很適合放在旅行的最後一天 在那邊就是大台滿之後 最後一天把它直接就是帶到 我們就直接去機場坐飛機 小餐程啊 它就是非常經典的觀光一定要去的景點 外面的景色固然非常的漂亮 它裡面也有很多那種可以用體驗的方式 讓你去了解這個小餐程這附近的歷史 雲定銀天街啊 還有這個平和會館啊 的話你就可以去那邊感受一下 你們的消費型態啊 還有一些生活型態也跟我們其實差不多呢 還有就是那個阿露阿露City 還有我們這個北九州漫畫博物館的話 其實也很值得推薦來這邊喔 像是池袋有影女之乳 然後像是東京的秋葉園 它也是有各種就是相關的可能動漫的一些店 不過阿露阿露City 它就是一個濃縮版的一個地方 所以你就一個地方 你就可以去看到一些他們的相關的動漫啊 還有一些同仁 同仁制的一些二次元的東西的魅力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在地人DS觀光客 以日本九州的足缸篇 那大家有沒有想要去哪裡呢 或是想要吃什麼呢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資訊 歡迎上我們的九州觀光機構的官方網站 或是去他們的官方的臉書專頁 你就會看到更多資訊喔 那我們就這樣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